据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报告 截至9月19号90统计 印度西金邦地震波及日喀泽地区13个县 亚东定洁等县受灾较重 已造成7人死亡 23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较重 不少房屋倒塌损坏 亚东县县城停电 通往亚东的部分公路出现塌方 由于地震造成灾区交通通信不畅 具体灾情仍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 据了解 目前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已紧急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核查灾情 向灾区调运450顶帐篷 1000套棉衣库 500床棉被 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置工作